Hello 各位好 今天繼續回來玩激進紅 上次我們講到過這個洞穴 但沒有拿閃光 後來我就靠一個盲摩過來了 中途的過程未必會拍出來 還有觀眾說二號道路拿閃光 因為我忘記了 太多東西要記的 所以經常忘記了 硬餐42號機 好,打完這些去吧 應該也不太難打 也有觀眾說 我想我留下戰翔龍 其他用來做一些降速度的手段 讓這個戰翔龍上場 但這個步驟好像 相對地複雜很多 過程複雜 其實我不是怕這個組合不行 我怕的是有沒有這麼多回合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這裡不要意念頭脫 不要逐步擊破 緊咬不放 不可以走 這招 我先看看這招技能是什麼 原來這招技能就是 用了之後 雙方都不可以離開這個戰場 直至其中一方死亡才可以退場 這招其實對我來說 或者對對方來說 也有好處 所以我們換走 只要咬住 希望有用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對方換重 很多時候都是對方換重 所以希望也有一個厲害的效果出現 換爛泥的泥花炸彈 他是不是真的中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他不停回血 就爛泥 我們再看看 我們首先找一個地方 之後呢 現在 咦 他又有蒙油果不停回 但剛剛明明 剛剛明明沒有了 好像我記得 現在轉一轉試一下 咦沒有了 咦 然後我們試一下 完了這一場 看看他會不會回給我 先 咦看看又有在這裡 還有筆嗎 文友果 因為他黏住了這個 這個特性有筆嗎 是不是 那我們文友果可以長配給他 對 文友果可以長配給這個爛泥 好 我們再試試 我們先找個地方 不用了 直接爛泥擺頭 然後升level 升level之後 就 看看爛泥什麼時候會 用這個果實 這裏用地面 差不多了 應該 差不多可以觸發 應該觸發了 這一下 文老 觸機 咦 觸發了 一會兒就看看他這個 咦 要換重 看看會不會回回 果實給我們 冷凍乾草 老實說沒什麼用 冷凍乾草 因為他特攻低 如果他高的話 不要氣障口 好 好 有喔 都還在 好 我們現在要進的應該是寺院塔 還是去找那個富士老人 權威之福士 富士老人 富士老人 富士老人呢 好 我不管了 我們先進了寺院塔 寺院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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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分 dye 氣派 建議 tale 寺院塔 還有去的 諜劍 不可以 進入 這裡煮一煮寵 棉花防守 藍石蜂 OK 這裡換寵 立刻觸發帶死了 Oh no 那果神不知道會不會回給我們 有 神經病 神經病 瘋狂 這個惡系 發格鬥火 火好燕武王 這裡要換寵 荷獻沒有用 應該也有 不要加攻 好實說 大狼這些防禦又不高 又不是加速度 其實很難用到 加攻 像劍武那樣的技能 但劍武好像是兩級 剛才那隻好像是加一級 好 對面是可以用超人力打的 不行 沒有技能打的 劍武王 聽聽 血腥 已經淨化了 在這裡回復體力 這個 我常常忘記這隻什麼屬性 惡系妖精 應該是 不知道惡系還是超人力 好 原來爛泥這麼厲害 我可以玩六隻爛泥過關 六隻瘋狂回血 好 毒 毒 但不是 它只是第一回 就是 它是不斷有一個回收利用的效果 但是它在戰鬥裡面應該不會回 應該不會 可以試一下 可以測試一下 究竟 是不是不斷回到果實 在戰鬥中都用到 這個就要測試一下 這個要用那個眼鏡 所以這裡就 要走了 還是不知道 找些什麼 我忘記了 要去彩虹市 拿一個道具 不知道是什麼眼鏡 這樣下來 這個爛泥怪 不知道會不會 成為了我的主力 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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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開錯的 毒的 毒吧 剛才觸發了盟友過 然後又回血了 很瘋 好 一會兒我們可以測試 可以打完這個草藝道館 看看能不能一擊 打贏 因為草藝 我上次都說過 草藝屬於比較容易打的 容易打的 屬性 火珠 OK 直接打完 這班人 這個時候可以走一走 試一下 這樣換一換重 看看會不會有 應該沒有了 沒有了 我記得 盟友過 剛才57血的血量 應該是回血了 開始 立刻回血了 果實 這裡 轉重 不要煩 彈狼犬的 大爆炸 神 炎武王 炎武王 廣東 好 禁止通行 這裡進地下 炎武王 現在這隻企鎖 就相對地 一般 一般 都好像沒有什麼地方需要用到他 自爆 格鬥 OK 來到這個 七號道路 彩控陣 應該是火箭兵團的劇情 對 他是關閉的 咦 不是這裡 是不是他打道怪 對 看看 這個道怪 全部都是女生 草雄士道怪 全部都是女 一個 女的訓練家 全部都是 然後真正的熟女才可以進去 所以這個主角是真正的熟女 因為我是在玩女角 你好我正無聊 一堆蟲 地面是 地面 帶一隻兵器我先 潛地 好 這裡用 凍光 啊 我快一點 竟然中 厲害 冷凍光 喉取 冷凍光 凍風 OK 搞定 這個兵是難得有這個的 有用 在這個場裡面 在這個道館裡面 就是打你這個卡 可以 地面 噴射火焰 噴射火焰 噴射火焰其實都可以學學的 不要變元 因為變元都沒有什麼用 雖然變元做了滾動是加攻的 但是 有沒有需要用到這個呢 不用了 可能遲些都會換酒招 岩石技 可能換什麼岩斌 或者 石印 那樣 避免 毒機 嘩 這裡換做 暴細龜 好 半喝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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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還有這兩個就打完了 好這邊 絕一絕炎武王的噴射火焰 好 來了 在不是悶去的情況下 究竟可不可以打贏這個草藝導管呢 儘管看看吧 天氣很好 不是嗎 他是如此令人愉快 我一定是昏迷 歡迎我是Elica 玉熊市導管管主 插花藝術的學生 我的精靈全部都是草藝 我不知道你想挑戰我 但是我不會輸的 好了 我們看看草藝導管是什麼 嘩 錦綱性 不是吧 一來用這麼快的 清草場地 清草場地就是加草屬性的技能傷害 或者可以做到一個先制的技能 大家如果有玩劍就知道這隻是非常屈技 首先我們用的是毒瓦斯 火灰鬼招 喔 地 大 10萬馬力 不知道哪什麼馬力 一下就被他秒了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用兵砌我 用凍風 劍武 不要緊 再吹凍風 這個不是清草場地 真的清草場地 這個真的清草場地 散地 噴射火焰 哇,好多人打死,君主蛇 飛躍風暴,OKOK,飛躍風暴 終極吸收 這裡我們用大狼犬的咬衰 終極吸收,哇,一下子秒了 無緣無故要輸 鹽風 無故要輸 好厲害 一隻金光星打了三四隻 有點難打 既然放劍盾最強的神器 兵砌我,一開始先出兵砌我 現在我們已知的狀況就是 對面有君主蛇和青草滑梯 可以帶一些不同道具 直接打爆金光星 一開始要放一隻企我 好 轉個道具給他 來了 先來個冷凍光燥還是凍風好呢? 可以直接冷凍光燥就好一點 可以 好,已經死了 接著我們用燕武王 其實不太好用燕武王就可以了 不用用兵砌我 我覺得 因為燕武王一來就可以噴射火 可以不去 開劍武 10萬馬力 對,10萬馬力 不要緊,我們有兵砌我 用冷凍光燥 吸收拳 好,最後一隻 是不是最後一隻 還是第三隻 就是這個大谷化 大谷化應該不會太快 不,應該比他快 用毒風 我比他慢 為什麼 我剛才出隊應該很高 掉了頭盔 他不會沒有加速 這個大谷化 我們先用爛泥 毒是,毒彈 喔,他站在後面 糟糕了 靜身化 Mega進化 催眠粉 又催眠粉 這裡想想 先想想 現在炎武王這樣的狀態 但是 有沒有高傷一點 有沒有可以令那隻 炎武豬高傷一點 好像沒有 全部按低傷 全部都沒有加強道具 他炎武王 我想改一改加特攻減 不知道什麼減防應該可以 應該立即贏到 應該是說可以一下打死那隻 金剛星 好可怕 比如在這裡用噴射火炎 已經剩下一點 咦,其實我升 我升過了 有機會打死 因為我現在43 我們去打一隻升一升 之後就可以試一試 這裡有 這裡有草 嘩,爐仔 不用這麼厲害 打44 我們試試 可不可以成功打贏 一下打死他的金剛星 整個局面就好很多 因為至少我一隻可以全黑 因為他四隻都是草系 不過比較麻煩就是奇異花 因為奇異花速度都相對高 噴射火炎 刀打不死,看來是看亂數而已 這裡我們換一換做戰場龍 戰場龍應該沒什麼用 然後用兵砌,我再用冷凍乾燥 再看看兵砌的速度 129 129速度快不過去? 沒理由的 對,竟然不夠快 竟然 炎武 噴射火炎 還是加速 氣發防守 氣發防守是什麼? 快過去了 氣發防守 匯心一擊,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技 為什麼這裡又快過? 氣發防守? 我搞不明白,我剛才加了一級 氣發防守 先看看 這個技能好像是防止一些變化狀態 對他們那方 但應該不會影響到我 再來看看 我需要了解一下究竟這是什麼情況 噴射火炎 這裡換戰場龍死亡 靜砌我 冷凍乾燥 這裡我129速,然後洞風 都打不死 不夠他快 這裡我開一隻炎武王 然後用充能 這裡開氣發防守 氣發防守 但是氣發防守是打我 這招是什麼技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加了一級速度 再加多一級就一定會快 而且氣發防守已經快 而且氣發防守已經快 還是他這招技能變成 解所有人的變化狀態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我不夠他快 剛才有一下 這隻 我要再測試一下究竟這是什麼狀況 這裡會死了 所以我們要換 先換一隻炎武王 可以嗎 還是換抽泥 先換抽泥 接著他換奇異花 這隻就是死了 炎武王 炎武王 直接用充能 他這個氣發防守應該是全場沒有變化狀態 因為我現在已經快 其實 接著用氣發防守 接著就變了我慢 對 看來他真的清了我的加速度 但我也打贏他 然後君主射比我更快 我們換爛米 接著他這裡會換奇異花 如果換奇異花 現在我們就用 我用什麼都死 其實都會說 先換炸彈 既然放大浪圈 忌生種子 大浪圈 可欠 可欠他 做不到我 不知道睡眠 已經中了 已經中了 烏泥炸彈100秒 看來這裡又要輸了 神經病 很難打 他這樣 催眠 真的打不贏 重疊 貝可欠 全部都打不贏 要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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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快得到奇異花的飛行 最差兵砌我 不知道為什麼又不夠快 129速 我先計算 剛才這套燕武王 75速 剛才75速 乘1.5 比奇異 快過我剛才那隻 菊草葉 那隻大菊花 但是乘1.5 都是只有112.5 那為什麼可以 我這隻奇異我剛才129速度 讓大家再看一次 讓大家再看一次 這個情況 然後這裡換奇異 現在126速度 然後我們用光草 不是 用錯了 不是這樣 戰術不是這樣 然後這裡用戰翠龍 然後用兵砌 我用冷凍光草 現在129速度 129速度 有清草場地 剛剛出來 沒有觸發任何加速度的東西 然後我可以用的是 刀鋒 他用超級吸收 終極吸收 一下死了 沒有特別 然後我們用燕武王 燕武王 第一次用75速度 不夠他快 用充能 不夠他快 大家可以看到 他轉了氣法防守 就是說他沒有珠外的維根 沒有加速度 現在用了充能 用過充能 用過充能之後 我就加了一級速度 速度上升 所以是一級 一級上升 一級 之後因為清草場地的效果 燕武王加了血量 之後再用噴射火焰 燕武王這一刻比他快 那這裡不就很奇怪 這隻企鵝沒有加速度 這隻企鵝沒有加速度 這隻企鵝用氣法防守 我明明看過氣法防守這招技能是防止我 是一招防護技能 就不是有傷害 簡單來說就像白霧一樣 但他不是全場 他只是受到他們那一方的 不要受到任何變化技能影響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究竟這隻企鵝有多少速度 真的很麻煩 這裡打不贏 他不停地睡覺的話 避了 避了也沒用 他一定會催眠我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下子打死他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這個問題 我發現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嚴重 也挺嚴重 因為 有一刻燕武王比他快 然後剛才站在那一百二十幾速又不夠他快 大家有什麼看法 不知道對這一場的 即是他這個情況有什麼看法 還是我 那個經驗未夠 所以看不明在做什麼 大家不妨可以討論一下 究竟這是什麼狀況 是不是我新手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用什麼戰術 好,那今集又打不贏這個草道館 等下集回來再攻略這個道館 就是這樣 拜拜